这个是中国的味道 这味道真好 是美国的 哈喽大家 今天的视频是一支零食的开箱加试吃视频 那今天的这些零食都是为了减肥隔离准备的 所以他们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做零食开箱加试吃视频 虽然我请了我的小伙伴陪我一起来吃 那我以前一直以为呢 做零食开箱试吃这类视频呢 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啊 可是真的到要我来做的时候呢 哇我的压力好大 我突然有很多的顾虑 我在考虑呢 我一会儿要对着镜头吃东西 会不会有很尴尬的感觉 然后我吃相太难看了怎么办 等等这一类问题 不管怎么说 那让我们马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开箱加试吃吧 首先呢 那要声明一下本视频是由网易严选赞助播出 网易严选 那网易严选呢 就是网易集下的自营居家搜火品牌 那这一次呢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网易呢也是大老远的 把这堆零食给我从国内寄过来了 所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呢多多去支持一下他们 那么这一次视频呢 是完全的赞助 所以呢我没有花一分钱 还有一点呢 想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本视频呢会有许多的 Broken English Broken English 因为我的小伙伴在这里 所以呢如果你受不了 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的话 那这个视频呢可能不适合你 现在来做一个开箱 Are you ready? 这些呢就是他们 他们家的零食 他们寄给我的 首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盒子 特别有感觉 我昨天刚去了沃尔玛 在沃尔玛里面买的那个零食 它那个包装就是特别薄 然后特别的就是感觉 这个病毒就能穿过去一样 那他们家包装还是可以吧 你可以看见 主要的色调就是这种淡黄色加白色 especially this one so cute 就是这个 这个是雪佛蛋糕 那我们先吃什么呢 I'm thinking we should go with this cake This is not cow This is雪佛蛋糕 Brand cake doesn't makes sense That means I'll make you poop 它是猴子 所以我认为,你会先吃这个,然后你会分享你的想法 你认为这个饮料? 那我们就要打开它 打开了以后,哦 它这个的话,里面就是一包一包的 它总共是有六包在里面 这个的话,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 因为就是大份的时候,你去超市买那种小蛋糕啊,小面包什么 就一打开,就是一个塑料盒子上面装着一块一块的 就,你就没有办法分,就是把它带到学校,还要再另找一个包嘛 它这个就不会了,你就直接拿出来就是一个好可爱的小牛,还是小怪物 就这种,然后你拿到学校去,还可以分给同学嘛 你可以拿到班上去吃啊,就装一个在手提袋里面就行了 那里面有六包 因为它的味道 那么这个口味呢,是北海道牛奶风味的 所以我感觉,哦,这里有一个鱼 这里有一个鱼 北海岸 北海岸,哦,对 是的 好的,我们可以试试吗 是的 你试试一下吧 我们不会失败了,如果我们吃鱼 嗯,它味道像蛋糕 它味道像鱼 味道像鱼 味道像鱼 不错 味道像鱼 味道像鱼 不,味道像鱼 味道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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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味道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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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还有夹鱼呢 就是里面有一层夹鱼 鱼 奶油 那里面有一层夹鱼 奶油 味道像鱼 就是有一些蛋糕 你吃的时候,它那个渣酱就掉的满身都是 全桌子都是 所以那种呢,它不是那样的 这个的话就没有渣酱掉 就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里面有咖啡 它味道像 小的Debbie 但是 很老 这就是Debbie 有一个饭蛋糕 美国饭蛋糕 小的Debbie 它们做成这样的 蛋糕和咖啡 但是蛋糕和这个蛋糕 小的Debbie 就会比较柔软 我认为这会让你失败 肥子是25 它这一块有营养的分布 就是那种健身的同学 要是特别在乎每天摄取的 这个脂肪、蛋白是什么的 你可以看这里 它这个的话就是25克 有点小多 但是偶尔吃一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的 真的 那里面呢还有四个 嗯 我会给这个10分 10分 你呢 我没有什么比较 好的 我们下面呢再吃一个蛋糕 因为我 他们给我寄来了两份蛋糕 第二份就是这个 年轮蛋糕 年轮蛋糕 因为这个是困难的 看起来 它看起来像柠子 所以我认为是柠子 变成柠子 但是我没有 100%确实 感觉不错啊 感觉不错啊 这里面总共是有10枚 我就是特别喜欢网易严选家的这个包装 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这种装 特别的棒 这里 你只要吃一小包 不 不 不 我不能吃一小包 什么 你只要吃一小包 对 对 你需要多少肌肉 看这个东西 对 24克 24克 所以 一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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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吃了一小时 你不吃一小时 你只吃一小时 你不吃了 一蛋糕 放开 这是抹茶的味道 这幀里面是这种小碗 对比其实这个图像比一般了 看得很漂亮 看得很靠 看得很靠 看得很嘎厉 看得很脆 看得很脆 看得很不濃 看得很不濃 看得很脆 你这种都觉得很难 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它仿佛的样子 好像犬的蛋糕 不 对,但它就没有酱油,让它更柔软 哦,也许那是 我吃了茶 这是味道 这个非常干净 对了,忘了跟大家说 虽然这个是赞助视频 他们给我全部寄来是免费的 但是我还是会实话实说 我感觉这个蛋糕有一些干 所以一定要加一些牛奶 或者是水在你旁边 比如说气泡水 你不想继续吗? 不,它太肥了 哦,太肥了 好,太肥了 这个蛋糕比较牛奶 美国人喜欢这个味道 他们会喜欢这个味道 你意思是味道吗? 所有的味道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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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能够吃这个咖啡 因为咖啡蛋糕 但是味道不太好 咖啡蛋糕 好 这个味道像美国的饭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雪夫蛋糕 这两个选的话 我肯定是会选雪夫蛋糕 这个的话非常的柔滑 真的是非常舒服 这个的话就有一种 我们家 就我老家楼下 那个老奶奶做蛋糕的那种感觉 有点干 有点干这个 这个 所以我认为这个 我认为这个 我认为8 out of 10 你很严重 你很严重 它不是很严重 它是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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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喜欢它的味道 它感觉很严重 它感觉很严重 我认为这个味道是最重要 因为它没有很严重 它是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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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Asian人喜欢这个味道 我们都喜欢抹茶 但是美国人他们就是不喜欢抹茶味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他这次给我寄来所有的蛋糕 这个就完喽 下面呢我们 so gross 他给我寄来了一个母亲蛋白棒 这个非常简单 叫partine bar I know the English for this one partine bar it's right there on the thing yeah I know so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包装还是不错的 MuscleTech Hydrox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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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popular brand here they usually do like they used to do Ephedrine pills Ephedrine pills Ephedrine pills yeah it would juice up your metabolism so you lose weight ok yeah but then the drug they used they just got outlawed so they stopped making a good drug and they used a cheap drug oh that was about weight loss burning fat this brand yeah Hydroxica 这个品牌 这个呢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像是我老家健身房 一进去以后 你看前台小姐姐后面的柜台 上面摆着各种蛋白粉 蛋白痴 open it's hard thing 打开啦 没有指甲打不开啊 里面呢 必须有很多的这种 oh 我的里面都得不到 得打个广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里面就是这种小包 我觉得这个包装非常的好 他们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包装非常的棒 他们设计师真的是太牛了 嗯 这个的话就是草莓酸奶味这样子 here it's very small now only the two thirds of the package has stuff in it oh true 那么这里面呢是33%的蛋白质 0反式脂肪酸 我吃东西的时候 从来就是不看他到底有多少fat 多少 就是多少脂肪 多少蛋白质 我从来不看 就类似这种人他才看啊 咱都不看 咱就直接吃饱了就行 i tell you a platter i know i get a couple pounds during my quarantine it's cool it's just a little small American protein bar usually like this size we like it big we like it big so dry 它里面的特色呢就是 有这种小粒粒 小鼓粒好像是 不知道你能看得见 i think uh the ones i usually eat the texture is about the same really yeah this is a little sweeter actually than a lot of protein bars that i eat here but the texture of the dryness that's all usually the standard in the protein bars very dry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chewy i like the chewy one this has a good aftertaste though a lot of protein bars you eat them and then the flavor at the end sucks this one tastes very strawberry when you're done eating it 还可以吧 如果喜欢健身的同学呢 你可以平时呢 带一个两个的去健身房 因为你健完身以后 一定会非常饿的 因为我以前也是 在健身房健身一个多小时 哇 饿死了 所以要是有一个这种 partame bar的话 会非常的好 如果你喜欢吃草莓味 酸奶味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 那根据他所说的呢 就是说这个partame bar 和美国的其他的那些 partame bar的感觉都是差不多 我个人感觉有点干 但是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吧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么这个的话 我可能给他打9吧 9分 9 out of 10 it just a little dry 我喜欢吃草莓味 我会不会购买 你不会购买 你不会购买吗 没有 如果我看了 protein bars 在桌上 我可能会不会购买这个 因为它是红色的 因为它是红色的 因为它的尺寸 好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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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 对比在美国的那些 这个蛋白棒的话 它这个的话 中间有点空 就是有点小 美国的话就是特别长的一根 那就吃这个吧 先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盒子 那这个上面写的是 每日腰果 I think it's called daily cash no 腰果 daily nuts 这个设计很好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上面给你写的颜色 红色呢代表的是草莓味 对 黄色的是 这个 榴莲 黑色黑芝麻糊等等 这上面都给你写了 哦 还有蓝莓味的 对 对 所以不同颜色的意思是 不同的草莓味 它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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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很帅 很帅 好帅 这个超帅 这个超帅 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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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小包 总共有123456 7包 他们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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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这个 榴莲味吧 我知道 它肯定不喜欢吃榴莲味 所以我们现在吃榴莲味好不好 Durian Durian 还行 哦 不错 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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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以后的话 可能看不大清啊 但是就是这种的 啊 掉了一个 没事儿哈 就是这种 粒还是挺大 又掉了一颗 粒还是挺大的 感觉有一种 小时候吃的那种 彭化食品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来看一看 我来看一看 我看一看 它尴尬像 小时的饭 它尴尬像 小时的饭 嗯 嗯 嗯 它尴尬像 小时的饭 嗯 它尴尬的确是 尴尬的确是 尴尬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榴莲 就是味道一点都不大 就因为我刚才 就以为它一打开 哇榴莲 那个臭味不鼻嘛 没有 我爱它 它超级的 超级的 这个超级的 嗯 这个超级好吃 放下来 你不要吃 整个盒子 这个 一千分 太好吃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哦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好濃 哦 我刚才吃了我的肌肉 我这边 我左边长了一个 致尺 所以我现在只能用右边咬 我一用左边咬 我最后面这个牙 就拉我这边的脸 哎呦我的天哪 嗯 那种果子 对 嗯 红 枣 红枣 小时候喝过一个可乐 叫做红枣可乐 嗯 不错 没有味道 闻不出味 这个的话应该能看得清 嗯 这个的话粒特别大 他们家这个坚果就是 腰果的粒很大 看这大粒 大粒 这两个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这个 呃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个红枣味的 有一点点的烧焦的感觉 这个绝了 这个的话我给1000分 我认为什么都比较浮 battle 我认为这个东西的感觉 这个东西的感觉 这个黄色的感觉 这个东西的感觉 这比较软强 做一个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它们都被煮了 这种感觉 你觉得吗 这个感觉 它们都有真的燥 所以我认为它有... 我们来吃这个吧! 板栗仁! 里面有四包 有板栗的味道 我认为它就像香蕉 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吃... 你从来没有吃香蕉吗? 没有! 它是全世界的地方 我说是在中国,它是在每个地方 噢,那是真糟糕! 特别是在学校上 在桌上,那些古老的農工人 都买了自己的车子 然后买了那些 我试一下吧! 板栗,我挺喜欢吃板栗的 尤其是我老家的板栗是最好吃的 但是我尝尝这个啊 软软的! 没有很甜的感觉 因为我以为这种... 这种包装的板栗它都会很甜 这个没有很甜,所以应该是没有放糖精 它就像是一般的椰子 对吗? 哦,你从来没有吃的 0,10,10 0,10 0,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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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1 2 1 2 2 2 3 1 2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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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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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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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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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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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减肥的同学呢 肯定要买这个坚果 因为我们能吃的零食 真的是非常的少 但是这种的话 也有一点的脂肪 但是我觉得已经 相比其他的零食 比如说汉堡包 薯条啥的 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所以减肥的同学 可以尝试一下这些 哦 Spicy peanuts Spicy peanuts 这个就是 What 这个呢就是麻辣花生 我当时想买这个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我小学的时候 不是小学 就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 黄飞红 黄飞红麻辣花生 对好像是这么叫吧 我已经好久 没看到那个牌子了 所以呢我就让他们 给我送来了这个 这个的话就送了一包 我们来尝一下 What is it? Just spicy peanuts What 啊 家乡的味道 吃的有点肠 嗯 Good This is good You must like that one 嗯 This is awesome This is the flavor of China This is the flavor of China That I know This is the flavor of China 就是我们有的 hotpot slight, like all auto barbecue. Or I can just hold back. We have a winner of spicy peanuts if his favorite victor! What?! Did I pronounce something wrong? No, that's what started to say spicy food! No! You have to cut that! um, he really like this! So if you want to buy an块 for your friends, you know you untuk take a joint This is how nice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eat this. Do you think in America, they like this? I think spicy food. 如果他们喜欢吃辣味的话 这个可以买来做给你的美国小朋友 10 out of 10 it's awesome that's the best nut so far you think we haven't finished the rest but other than that this is the worst nut this is the best nut 第一名的最后一名 板栗人 下面呢我们来吃 这个吧 南枣核桃糕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 不要说英文 今天这个视频就抱歉了 这些不喜欢听我说英语的小朋友们 这次的话真的非常的抱歉 打开以后的话 就是一个粉色 是这个 超级可爱 这里面呢就是有 我觉得网易严选家 一个最好的一个品质呢 就是他们的食物 和照片上的是一模一样 对 就是你在淘宝上买一些零食 或者买衣服的时候 今后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 你也可以吃 这个糖纸是可以吃的 但是他不知道 就是这个糖纸可以吃 你看有甜意的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嗯 就是核桃人的味道 一点点的甜 那个甜味就是 那个 大枣的 南枣的味道 刚才是南枣的 什么是南枣的吗 嗯 它是南枣的 南枣的旁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Who knows 它是南枣的 是南枣的旁边 这早上我认为你会不会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味道很像 你手上的味道 好 惊讶 我认为它很喜欢芥末的味道 但它的味道还不错 挺好吃的 补脑 你来补脑 最近我的天啊 最近头发掉一把 然后隔离隔离都傻了 真的是需要补脑的 油焖烤笋 这一大包 感觉还是不破了啊 我们来开开试试吧 你有这个在你的国家吗 是 是 是 这一大包 所以人们常常吃它 不然你吃亚洲食物 里面有六包 就是这种小包 然后有一种那种鱼豆腐的感觉 哇 我喜欢 增白我是增白 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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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金枪鱼的味道 嗯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种鱼的味道吗 没有 它就是蓝布 就像这个样子啊 咬起来的这个感觉呢 可能美国人不是很喜欢 因为有点那种 嗯 但是酱油更好 酱油更好 酱油更好 我喜欢这个 我现在给了10分之10 你不能给了10分之10 我没有给了10分之10 我没有给了10分之10 你的价格是 9分之10 那就是 我没有看到这个不10分之10 谁会相信你 如果全部是10分之10 你必须更具体的 嗯 我觉得 我真是觉得这个很好吃 就是美国人不喜欢吃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肯定会喜欢吃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 就很好吃 但是它这个汤 撒的到处都是 吃的时候小心一些 这个汤到处撒 那么美国人和中国人 这个口味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特别喜欢吃这种 又辣 然后又 可以嚼很久的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就不喜欢吃 好了那下面呢 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剩了这两包 这个呢 是 冻干冰糖雪梨银耳汤 这个已经是被开了 嗯 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吃 台上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 Cereal 这一大包Cereal 是 水果 燕麦片 Fruit cereal which one you wanna go first because all those need to be add water 它这个的话 长的就是这种 就是里面就是成了一小包一小包的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好处 你打开以后 不是说 一打开就一大包 然后你要自己分 分量分量 它这个就是一小包 就长这个样子 Dry Lollipop Tremela what 他做了什么 没有 所以你怎么吃这个呢 好了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加热完了 我是用微波炉加热的 这样能快一些 这就是一包 水可以稍微放少一些 这个 water is too much 这个 water is too much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Tremela what is that smile 甜甜的 然后里面有这个白色的应该是雪梨 这个长长的这种 这个东西应该是 这个东西应该是银耳 还有一个枸杞 它这个银耳是甜甜的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个喝了以后呢嘴里没有那种 就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喝有一些茶 你喝完以后嘴里就保留的那个甜味非常难受 尤其是喝咖啡喝完咖啡以后嘴里就甜甜的那个感觉不舒服 这个的话没有 这是一种淡淡的甜 这个还可以 No No Do you mean you don't like it or what I don't like it Why what does it say you don't like It's just like a tea kind of thing I would not choose that over a coffee 我觉得咱们中国女生肯定会喜欢喝这个 It's like a bag of sponges It's good for women The woman's body the whole system is good Yeah it's poop No you don't make you poop 这里面的话总共是有十包就是小包装的 我估计安检的时候他们可能给我打开 就是过海关的时候给我打开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送人的话送美国人的话就不用送这个 他们肯定不爱喝 Yeah I had a question for a long time What if a Chinese friend Give you something like this as a gift That you open and then you know you don't like it You give it to someone else to eat Like your relatives that you want to punish Or you just leave it on the shelf Never eat No probably not But you still appreciate that someone gave you You know that the culture is different They probably don't have an idea about the diet is different 也可以送给他们的话 他们也是会非常感谢你的 只是他们不会吃 I don't think if you gave it to the typical American They would understand how to eat it anyway Really? That's the thing? Like you don't know that You need to Cause they would see this texture The way it looks And they'd be like There's no way that this is food It looks like There's no way that this is food But we would I wouldn't look at this and be like Oh I can't wait to eat it But I think If you were to show this to my mother They would think something's wrong with it It looks like a bowl of semen If we have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this It's less water And it's usually like grits Oh,对 这个大家放热水以后呢 让它静坐两分钟吧 因为这个银耳的话 让它舒展开 让它那个叶子伸开 你看现在这个银耳的叶子就大一些 白木耳的叶子就大了 刚才的话就是缩的小的 Like this way The arms and the legs will open 好了最后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奇亚等 谷物脆水果燕麦 看人家给我一大包 他们家燕麦好大 对于这个的话我非常好奇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银耳 你以前在中国 你以前在中国 你以前在中国吃了银耳? 没有 你以前在中国吃了银耳? 没有 我没有找到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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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这里 我一直在中国吃了银耳 我一直在中国吃了银耳 但是这里我们吃了银耳 我一直在中国吃了银耳 这边都要吃了银耳 但是它是银耳的银耳 就不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了 哇 它在银耳上银耳 它在银耳上银耳 它在银耳上银耳上银耳 它在银耳上银耳, 它在银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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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耳 某个人早上起来以后还没有吃早餐 这个就是他的了 因为我早上起来为了等他 我实在太饿了 我吃了一些饺子 粗动饺子 所以现在并不是这么饿 吃相太丑 其实真的好吃 有一个咸咸的味道 我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个 这很惊讶 因为我认为中国鲜饭 会不会太好 因为它是美国的 但似乎这个好吃 我觉得这个的话 如果喜欢吃Cereal 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 燕麦片 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大 这一大包 我觉得你能吃两三个周的吧 真的是 如果每天早上你都吃的话 两三个周就够了 对 他刚才说到这点 想跟大家顺便提一下 网易严选家 他们注重呢 就是好的生活 没那么贵 这是他们家的口号 总起来说呢 他们家东西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送美国人的话 最推荐的送的就是 It's gone 那么送美国人的话 最推荐的送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麻辣花生 然后我已经找不到了 就是没有了 最不推荐送的呢 就是这个板栗仁 他们应该不怎么喜欢吃 其他的话 我觉得都挺好的 在这里 麻辣花生 这个超级推荐送美国人 这种东西呢 在国内卖 是最便宜的东西了 就是零食 这个超级便宜 但是美国人他们又爱吃 好了 今天的试吃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一次感谢 网易严选的赞助 我会把网易严选的具体信息 放到我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感兴趣的小朋友们 可以下去看 拜拜 拜拜 OK 结束 Y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